那么再继续 我原本是想再讲更多一下 但是我觉得不如所幸 乘这个机会把这个代码 这个例子再深运展开一下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一些 我们先看一下这是修改之前的 这是这个有个WO就是Without的意思 就是没有Mobile模式的情况下 我们暂时通过一个复制令天的方式 去修改对应的代码 那么它之后的维护的 主要的代价就是说 改动某一个地方的话 它都需要同时改动 比如说之后这个地方 它目前是直接通过获取连接 但是未来的话我们看 可能是想通过一个数据连接 词的方式来去获取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是想通过拿到一个 加网里面一个叫data硕士的东西的话 那么对加一刷 我先不用这个 我先这里加一个东西之后 大家可以那个看得更加清楚一下 我先把这个代码做成这样 然后我在假如说我们找一个叫data硕士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在那个 这个是在加网里面 其实那个操作数据库的时候 那个用了非常多的这种产品 就是说它有个叫data硕士 connection 破人这么一个概念 如果说我们把引进来的话 你就可以去使用到它有些比较好的功能 假如说我们引用了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想把那个输出的来源 变成一个连接词的东西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可以改造的东西 其实是可以比较方便的 我们如果对比一下 早些时候呢 我在这里准备过一些代码 它里面也是用那个连接词的方式去做处理的 像这个样子 我现在把这个代码直接捞过来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好东西 我先把这个代码捞过来 什么情况 喂 喂 啊 请说啊 没有声音 哎 那个也都被它是看 喂 啊 请问可以听到吗 什么事情把关掉 我再重新拿一次 请问现在可以听到吗 现在可以听到吗 哦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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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继续 刚才我再补充一下 刚才有段可能大家那个跳过去了 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是说 就是每一次呢 他去 每一次这个样子 他去获取一个新的数据源 直接就这样 他其实有很多弊端 我为什么说弊端呢 比如说 假如说有人一口气 那么这么一个方法呢 他掉了一百次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相当于是同时的被掉一百次了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数据会要同时创建一百个连接 这个其实是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有人吃不消的 大家可以想想一下为什么有些商店 他在高风景拥挤的时候一下子有人搞不过 因为人一下子全部拥挤过来 整个系统可能会马上变瘫痪掉了 所以对人很多的情况下其实现实事件的解法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他有十个窗口 每个窗口的人都要排队 这样的话就是说每个窗口的一旦有一个窗口的人 那个服务人全空了 那么其他队伍的人呢 他有会非常四项的自动转到那个队伍里面去 这个其实是现在世界中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解决方法 在代码里面其实也是同理 他也是有这么一个类似于 比如说十个窗口 每个窗口里面有一个可用的对象 如果你用完了 有一个窗口已经把所有人都服务完了 是可用了 你就可以再跑过去这个样子 所以在家里面他们有这么一个数据库的数据连接池子 这么一个概念 我刚才给我刚才加了个叫commons dbcp 就是database connection pool 这么一个东西进去 他的目标主要就是说可以我们在这里继续进去生一成改造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连接词改造成那个样子 这里已经有些代码我事先准备好了 我这里我就不从头到位写了 这样大家只是看只是理解一下他在干什么事情 然后就够了不需要那个深究下去 好的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东西在干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 我把这个余奥L呢 我单独拎出去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就获取这么一个连接池 我们的然后这个样子其实你接下来就 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从里面可以去拿到一个 连接了 我这个地方把它加一个exception 这个地方 嗯好的这个地方我其实对他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处理 然后呢 呃这个地方连接其实连接池的他其实只能初始化一次的就是他不能每次都重新初始化一次 所以这个地方 呃我们我们也得把它重新那个再改造一下 就是说我们刚才在他的那个构造方法里面的话这个连接池就那个自动就自动被初始化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拿高了就这这这这这几个地方呢 我们其实是可以把放到这个里面去了 放到他的构造方法里这样他是可以被复用 然后 这个连接池的话这个工厂本身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外面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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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做了这么一个改造 就是说我想尝试获取一个连接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我想把它变成 从这个地方我想先拿到这么一个连接 它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去拿到了 它这里就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前后的改变过程 这里我重新改造一下 这个是一个实际上非常常见的场景 就是说很多地方 它为了就是说避免就是同一时间 那个数据库的连接发起的密集 太过去请求 它都会有这么一个词化的概念 所以它这个时候 如果它创建那个词之后了 它这个时候可以让你从这个那个里面 你可以直接拿到这么一个那个铺 这个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去方便的拿到它那个连接 我们先跑一下测试一下 看看它这个改动是不是可以做效 当然首先至少有一点前提 我们发现改动 我们只需要改一个地方 并且这个改动它的优化是可以适用到 那个所有地方去的 我们先来看看它这里有一个叫Purple Connection 是不是确实是我们希望要的那么一个加瓦 等这么一个Connection 然后我们看到它这里实现了一些接口 然后 它这个接口的因为确实是那个实现了加瓦 的那个Sicklet Sicklet 可能学有我们是可以比较发现实现 当然我们可以先测 其实这个代码这两个代码 我倒是第一次现场写的 所以我不能确保它一定会正常通过 我们先测一下看看 它现在是可以通过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改造成功了 并且它通过那个连接词的方式呢 其实也取得了更优的效果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你不妨做个对比啊 就是说你把你的代码呢 这个地方有多现成的方式 有一个代码 你看到那个直接的去开始 开那么100个线的同时去查做数据口 你看看你的电脑会变什么样子 然后同样的代码 你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意 你如果说你在你的连接词里面 比如说把它最大连接 你创建成只有10个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同时最多就只有10个连接被发起 其他的人如果没有完整的话 他就会排队 等在这完成之后再去请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可以缓解你系统压力的一个处理方法 就是说通过词化的方式 还有系统排队的方式 这样的话避免你的系统一下子被 那个太过拥挤 其实后面我还可以一直的继续的改造下去 但是我这里想说明一点什么东西 其实首先从第一个地方开始 我们做了一次成功的改造 就是把原先的大段大段的复制链接 我们从模板模式玻璃之后呢 这个时候它代码就那个变得非常的简洁了 因为下面的代码基本上我们可以确保 它都只是自己相关性 甚至于你还可以进一步的改造 就是像这样的代码都可以不再需要 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其实甚至我们可以这里可以给大家那个快速演示一下 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得到 就是说我们这里 我这里给大家是非常快速演示一下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 假如说 我们觉得默奥的情况下 它都是通过每一个字段去匹配那个那个属性 所以这个样子的它其实并不需要去那个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让它去 让它去返回那么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好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它以后可以去改造完成 这个地方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 我上节课跟大家讲 GDPC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大家说过 其实很多时候的你你的代码呢 它是可以做一个 那个你的你的那个对象和数据库的连接的 我们来看看它可以怎么连接上去 比如说我们想先获取到一个 先获取到一个 class的属性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 它可以拿到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可能 我们需要把那个 class给捞进来一下 所以让它们来看看 这地方我先加于这么个东西 这样待会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说我是把对象给加进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加进去了 其实它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你的对象里面 其实你可以知道它有多少个字段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拿到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个费用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它里面有多少个字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我们的那个ActionLog 它这里其实有这么四个东西 那这四个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可以拿到的 我们来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代码可能对大家来说稍微会有点生僻 这个大家只要去大致的理解 不用太那个一定要求全部都懂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首先 首先我们获取到这个JavaClass它里面的这个 这个 呃 所有的属性 然后呢 所有的属性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对它做一个那个不断的数量 呃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一个拿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让那个class它直接创建一个实力出来 好 它这里有一个改造说建议改造 我看一下它建议是改造的什么 好的 它这里是说拿到一个构造方法 然后呢 再去创建一个实力 它这个叫获取一个那个 它的那个变量之后呢 它的那个变量之后呢 它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那个实力啊 比如说 嗯 我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 我先让它变得比较简单点 就是说我们让它创建一个有一个无参的构造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里让它创建有一个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主要是为了类似这种代码去那个方便使用的 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 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样子 好的 这里我还是先是 都全把 这里它会抛出一坨一坨一坨 我先这里简化处理一下 好 这里假定说你抛出来之后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开始去给它那个做统一的处理了 首先这里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质量是什么属性 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假如说它是那个 这里我们变得简单点 我们只是对我们目前已经出现过情人喜欢去做统一 我先变这个样子 好 假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假如说就是说现在费的它是一个一个字段 它是这么一个东西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那个这样做的那个效果是就是说 我们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类似的效果 我先把这个 好 这里我做的事情是我通过假如的反射机制 我把它字段都统一设成那个可以访问 就是说我先说明一下这里的目标 这里的目标是 让这样的代码都可以先不用写 就是这样的代码以后都可以直接不用写 那我们待会可以马上看到它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里的其实我是在对它做一个动态的处理 就是我想先拿到它的那个每个字段之后呢 再去对它做统一的处理 这里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 Date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然后最后我们再处理个印章我们就不处理了 其他我们就直接先不做特别处理 好的 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 现在我先初步的解释下它到底是干什么事 首先第一点的其实 我们知道每一次你查询一个SQL 它都是跟某一个class有对应关系 比如说当我们查询这个ActionLog的时候 它其实是跟这个ActionLog是一对应的 它每一个字段像ID,Status,CreateTime,UpdateTime 都跟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一对应的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其实我们是可以直接去统一的去处理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避免它们代码去做进一步 所以我们就先测试一下 它是不是可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好的 我们把这样的地方再改造一下 我们把这个全部去掉 我们看看能不能达到我们心目中的效果 现在我们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跑得通 我们先试一下 其实应该是测试那个ActionLog 大家发现一个事情 那个ActionLog可以找到 但是它那个值是不对的 我们要把那个值给要正确的塞进去一下 我们看看它这个地方是哪里有问题 看看它是不是 那个值是没有浩瀚的 目前推出应该是这些代码 它可能都没有进去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应该是 小点 小点 我们看一下 那 他应该是这个地方 不好意思 重 我们再来快测一下 这时我们就只测那个这个上面这个那个Action 因为这是我们想要测试的观念 看看它是不是确实带来相应的那个效果 我们主要是看看它那个值是不是有正常的塞进去 我们先只是看一下这个地方就可以 其他地方我们先都不做出来了 我们主要是看看这个改造有没有带来那个对应的效果 这里还是有问题 我们可以快速调试一下 看看它的那个那个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好的 这个时候在这个里面 原来我们可以比较快速的去那个确认一下 比如说我们的evalu在下看看它是个什么东西 啊 这个地方 原来是这么一个原因 它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其实是刚才的地方我其实是搞错了 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拿到的是Actionlog的这么一个class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它 这个这个就对应该是get type 我最前面那个其实都是有点问题 đầu 嗯 我要直接重逃 它刚才可能那个肉不属是没有进行成功的 我来再爬一次 好了,这次其实就OK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他所有东西都可以拿到 然后同理呢 其实我们接下来很快就可以把problem也改造一下 problem这个地方 这一坨东西呢 其实也不再需要存在 我这个跑完之后 我再详细解释一下 刚才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OK,这里是那个problem 我们需要加一个无仓的构造方法 好,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了那个problem也是可以正常读到的 还有ActionLog也都可以正常读到 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一下 现在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弄起来其实已经非常简单了 你放一条sake语句 然后再告诉一下这个表和哪个class发生对应关系 那么其实就可以查询到里面的那个所有集合了 大家仔细看它的演变过程 然后你就发现最终这个结果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比较方便你去写代码的过程 因为对你来说你只需要去那么个把这里面东西捞过来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需要做特别粗粮 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解释 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看这行代码在干了什么事情 首先呢这里面我们说到就是说假如说你通过一个class的话 也是可以知道它里面都有哪些个feel的就是哪些个属性和字段 我们来调试我们再调试模式下我们走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的我们首先看到这里它有有四个东西 这里有四个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四个东西其实都对应着我们的actionlog里面的那些id status create time update time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四个东西 其实就是说你可以动态的去创建一个类出来 然后它里面每一个那个feel的你都可以去动态去获取到了 它这里每个feel的包括它的名称它的类型 比如说它的type是一个stream 然后呢这个type呢它是一个它是个int 然后这个type呢它是一个那个加完的date就是个期 这个type它也是个这个期 然后呢所以你知道了每一个属性的名称 还有它的类型之后的话 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之前 用那个result set去get data get stream get int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它每一次要拿来个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动态的创建了一个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并不特别关心它 因为我们可以动态的去构建它 所以这个时候呢假定说你创建那个实力的话 就是相当于以前你用这里这行代码它类似于这个样子 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直接用那个xlog 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它有个构造方法叫xlog 所以我们可以构造出来 现在的这里面是动态的它是变化的 所以其实像我们通过这个class呢拿到它的这个构造方法 constructor 然后再去执行它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串进一个instance 然后接下来呢其实 这一行代码呢它等价于 我们把一个东西给它塞进去 就是说比如说第一行代码 它是去设置它的credit 或update update time 然后接下来呢 它是去能够获取到它的这个 id 就是那个stream 还有接下来呢它是去获取它的status 但是这个是通用的 就是无论你里面有多少个 那个日期多少个street 多少个印度它都可以搞得定 当然你后面还可以加的更多点 比如说 如果它是其他的类型 比如说double float等等 其实你都可以去搞得定它 这个唯一的唯一的地方就是你要可能多写几行代码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如果它是那个浮点数的话 你可能就要加点东西进去 这个样子你就可以继续对它做那个不同程度的支持 比如说double的话 你也可以 这个样子你就可以去拿到它那个那个对应的东西了 也是这个事情变成的gdouble 当然这里其实 我先把这个 我就把它变成ft 叫那个feel的type 它这里其实你还可以对它做进一步的改造 比如说如果它等于那个包装类型的话 也可以 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写的呃 现场写的这段代码其实就是很多 OiM工具它实际上做的事情 它就是把一个加往内和一个表格 它在这个地方动态的处理了一下它的印射关系 这个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写出相对来说 比较简洁的代码出来 最后的结果 你就是这个样子 它比最开始我们 从头到尾区 就扩评链贴那个 GDP是有大量代码 这个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就是说它能够带来的那个维护效果 因为 无论是写的代码更少 还有可以同意出去 它都达到了 一个更好的效果 当然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说一下它这里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它这里有 有是那个三段的是重复的 其实它这里也是一个类似于模板的概念 大家看到吗 它每个地方都走一个同样的套路 如果这玩意不等于弱 就把它close 如果泡了异常就越来越好 所以呢其实这些类似 它还是可以做一些 那个对应的 我们来看看怎么把它处理掉 就是我们要把某些东西给close掉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其实会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说这些类似的它都实现了某一个统一的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它都实现了什么 它这里一个叫Autoclosabl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模板捞过来一下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模板捞过来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一旦我这里有这么处理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代码它都可以做 其实统一的改造了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再来对比一下 其实最早的时候的这种代码是拷贝了 那个复制了三次 它都是同样的 但是现在因为他们都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接口 都是可以被关闭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模板的同样的套用了一下 就是它这个流程我们自己看一下 它这个每个流程都是同样的 但是因为现在他们都实现了统一的接口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代码 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了 它同样也变得简洁了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想做处理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处理了 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日子改成这样记录一下 比如说我们产生关闭 比如说我们想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了日子 就是不再是那个简单的 一个打印对战就结束了 因为后面你是找不到它那个 那个对应的文件 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很具体的案例里可以看到 这个原始的代码 它怎么 一次一次变成一个 更优的结果 我们直观的对比一下 就是说现在这个代码它干的事情是 比较那个之前更多了 这个代码它总共是 一百 二十 加上括号什么 总共一百三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玩意是多少 它现在 因为我们这里其实已经加入了更多的功能 包括像这个连接词等等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别说我们再久 我们想要说我们先要查询另外一张表 查询 我们想查询一下这个 比如说context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在原来的模式上 你可能又是把这个代码 全面大动的改着 抄那个抄写 这个其实是非常内容的 并且它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创建这么一个类的话 其实你后面要去做 它也是同样的那个搞法 其实也是在 一丝丝不断去拷贝改造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每次都看到 其实我真的改的东西 就是那么一些 它的内容 还有它那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又是在一次的重复的去做一些对应的事情 这里我别人 我搞的简单点 这样我就不多 重复 我就先只是弄一个 这样的话只是快速演示一下 好了 比如说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它具体在那个干一个什么事情 它其实就是还是 重复的 还是重复的去做类似的事情 都是从这个表里面的去查询到某些东西 然后最后再把它打印出来 是这个样子 我们 再跑一次的话 它当然代码还是可以跑得通的 只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的真正的有效代码 就这么几个 但是它前面后面的都是要同样的 那个模板呢 都是在不断的重复的出现 所以那个对其实你的那个代码改动是非常不利的 然后作为横向对比 这里就方便很多了 这里其实 我们 拷贝的话也只是一小段 并且的 改的都是我们真的是关心的部分 这样就完了 这样就完了 大家可以想象到 它这个 那个改动的 改动那个代价和 快速度是远远比那个 上面那个要好很多 我先加一个 不常的构数 待会我们可以把这个去掉 我记得先只是那个简单的演示一下 怎么可以把这个搞定掉 其实这里 你就这么两 这么一行代码 它就会把这个 可恶坑的是那个同样的目的可以搞定掉 我们来看一下 它同样的做到类似的效果 可以对比一下 在那之后的话 你每次要做类似的事情其实只有一行代码 但是做横向对比的话 这里其实 我们大家可以看从111 到152 这里足是有 有42行代码 42.1这个那个 这个对比是非常下昂和惊人的 所以就是说你从开始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和进入 到了最终它的结果可能非常差别是非常大 如果你最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正确的方法 那么最终的引起它的结果 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 如果你是负质粘贴 或者是没有做过精心的 那个抽象和寸的话 最后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事情 你可能要搞 42行 才能搞 并且一不小心 里面就有可能会 搞出问题 当然这个例子 其实非常干净和整洁 因为我们在里面都是找到了我们唯一关心的东西 无论是那个表 还是那个字 等等 其实这个就是很多 欧望宽脚他们真正 类似的一个机制的实现 这里我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粗糙的 一个演示 让大家了解一下 他这个过程中 你不断去对他 做抽象和处理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好处 我这里花了两节课 现场写代码 跟大家演示的一个设计模式的其中一个 经验只是 其中一个模式 叫做那个 模板模式 大家 之后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 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 一些对的一个 中文或者说英文的那个介绍 你可以知道一下 他其实设计模式的总共有23的 他都是有一些 那个 不同的分类的 有一些是比如创建式模式 他主要是为了生成某些特定的东西 比如说 简单工厂 工厂方法 抽签工厂 建造者 单理模式 还中的是结构式模式 比如说 结构式模式 他主要是用在不同的 行为之间发生的 有一个structure的一个处理 这里我们可以 然后比如说行为模式里面的 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模板模式的话 他其实其中那个某一种 不过他这个里面 我看一下他这里没提到 可能他这个是采用了一个 就是不同的那个 一个例子 我看看他是不是 他这个其实没有提到 在那个 最这个里面 就是在那个原始的那个 design part里面 他其实有了 我们可以找一个 他的面 就是像那个 他的里面会有一个叫 template method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 那个模板模式 他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些 对 比如说 他这里有一个叫 他这里有一个叫 那个排序的方法 是 对他这里 对他这里其实啊 对他这里呢 是一个模板模式 就是想说明什么事情了 他这里的模板模式是同一个抽象类的方式去实现 就是说 你在那个咖啡店里面无论是泡茶 还是泡咖啡 等等 他有一些 他的流程是比较共通的 比如说这样 先把那个开水给烧开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你再去那个煮他 炮子他 把它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然后再加点其他的东西 比如糖啊 什么之类的 每一种东西 可能加的东西不一样 比如说 你如果是一杯 那个 就是 卡布奇诺 你可能最后加的东西不一样 或者你谁被普通的黑咖啡 就什么都不加 所以他其实是把 你炮子咖啡的过程的抽象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模板 因为你发现了他的几个套路都是一样的 先烧水 再炮子 再把它倒在杯里面 再等等 然后对不同的 饮料来说的 他的这个 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只愈合炮制 还愈合加一些佐料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你烧开水 还要倒在杯子里面 这通常都是同样 所以我们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像Coffee Coffee他就只是去实现了这两个代码 当然他这里因为是太简厉了 所以你很难一下子 直观的看到 他真正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他这里就是说 他如果不依附一个具体的案例的话 你可能有些是直观的看到他的好处 到底在什么 因为他这里只是简单的打印了下 但是他这里的策略就是说 他首先是把 一个行为本身 做了一个模板的抽象 他可以让你知道的就是每一个地方 整个流程的他是遵循哪些模 然后其中有哪些变数 比如说他把这两个变数作为一个 抽象的方法去剥离出来 那么你的子类去实现他的时候呢 他去那个调用他那个准备给客人准备的时候 他其实都可以定位到 复用到前面的和后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就前面的烧开水和后面 那个倒着 这第三个加在被倒着杯子里面都是可以被同样复用 同样的话对我们刚才那个JDBC的那个代码来说 他前面 去那个创建链接 甚至于或者从数据链接 里面去拿东西 然后再去 通过一个sicle去执行 某一个语句 拿到一个result set 然后再去从result 里面拿到一个东西 他这是 前面的都是不变的 后面的也是不变的 他唯一的变数就是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所以 你真正要做就是把这个地方给 剥离出来 让他成为 这个模板里面的 可变的 可以被实现的东西 他这里是有两个抽象的方法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案例里面的其实我们是用那个简单的接口 去 模拟他的实现 就是我们从一个result set里面 怎么可以去读到他里面的内容等等 他的思路其实是共通的 好的 那么 关于模板模式的话 我就说的大家其实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23种设计模式 说真实话他已经是一门完整的课程了 基本上 你基本上不大可能 七万只一节课可以把这些东西 全部给搞定掉了 比如他这里也有一些中文的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去 仔细看一看 不过说实话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那本书就是生育前的设计模式已经足够好 大家看那个其实是更容易 那个看进去 如果你只是想快速的去了解一下 他里面哪些 其实 这个也足够是让大家可以知道 我把这个 先放到群里下 大家可以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基本上 这23种的话 其中我建议大家 创建什么模式的话 你了解一下工厂模式就做了 因为单的模式 我们早些时候 我给大家介绍过 像那个 结构是模式的话 我到时候会跟 下节课 给10到3讲 我会稍微讲的声音 这里大家没有必要太多了解 其实像里面的专事模式的话 加网的文件io就用了比较多 不过这个我们这里不提 然后呢 像行为性模式的话 其实这个模板模式 是最常用的一种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种 所以我这里是给大家演示的这种 就是行为性模式 那么 在大家自己写代表过程的话 你可以去慢慢体会一下 这些模式 它是不是确实能够给你带来 一些好事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partner 是模式 就是因为它是可以被套用的 就是你只要 你知道它 这个东西的特点 你就可以去 直接去套用它 不需要去 做些所谓的创新啊 等等 像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所做的套用的过程就是说 先去分析这个代码 之间的流程 然后找到它的不变的地方 和变化的地方 然后把不变的地方 作为骨架和模板 把变化的地方呢 作为可变化的内容填充进去 那么如何去剥离 变化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通过接口的实现 可以通过抽线内的剥离 然后再去让它只能去实现 继承这个负类或者实现这个接口 来去达到一个对应的效果 好的 我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内容其实对大家说 已经是稍微有点多了 我把 我待会把这个代码 提交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一个前后的过程 好的 我们今天这段课的话 我们就先 讲到这里了 因为 这个内容它其实非常多了 我不想在这里太多深究下去 我觉得只是给大家 作为 早上的七到九的话 我觉得讲一种模式 让大家知道一下 结合一个具体的案例 看看它改动前后 带来的效果 好处 大家就会有一个表 相对比较直观感性的更事 然后在你之后 其代码关系中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看看哪些你是可以去用的上 但是这里有一 请大家千万要注意一下 你千万不要为了套用设计抹杀 就套样这个 这个没有必要 我们用它的主要目的是 因为它确实能带来可见的好处和实际的好处 所以才就用它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上午的课 我们就先上到这里 我们今天就提前结束 然后大家之后就可以 自由安排 如果你想留在这里 你可以看 把那本书下载下来稍微看 或者你可以直接 自己安排 也可以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然后基本上这也是这个学期的正门课的 最后一次的实际的讲解的课 下个星期我已经说过了 下个星期要是 那个作业 最后期末作业的 单谈演示 然后星期四的话是一个自由的 那个交流讨论 就说大家有什么问题 无论是关于这门课的 关于平常写程序的 都可以随时的一起来交流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 就说我们这个学期的 这门课的内容的讲解的话 今天就相当是最后一次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